很多人都可能问这样的问题 说未来两年对于创业者而言 哪些创业领域是最有潜力的呢 其实对于一个有能力有资源 能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匹配到这个领域当中 这个领域对我们而言就是有潜力的 那么我们抛开这些虚的这些道理之外 朋友给大家推荐两个领域 这两个领域就是我们所说的 抛开一切的原因和因素之外 主推的两个领域就是自媒体领域和新三农领域 为什么呀 因为自媒体领域它是个纽带领域 社交化商业一定离不开自媒体 自媒体一定是一个入口和纽带 掌握自媒体你就掌握了社交化 掌握了商业的这个后半程的这个门票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做新零售 我们做共享经济 特别是新零售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供应链吗 我们不需要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产业吗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是需要把我们的自媒体做好 哪怕你有一万粉丝 十万粉丝 二十万粉丝 你都不用考虑 未来如果新零售全部普及了 有没有可能一个新零售的企业 正好是你做新三农的 或者做社会为的 这样的一个板块 他跟你合作呢 他说红鹤我来跟你合作吧 合作的方式你来开嘛 我要么把你当成一个传播者 要么把你当成一个合伙人 推广我们 或者说我把我的产品给你 你来帮我推荐 所以社交化 自媒体的人越来会越吃香的 它是一个入口 它掌握了后端的商业 打个比方吧 说如果我们今天掌握了今日头条 是不是可以做任何任何的产业 你看啊 今日头条上是不是有无数个产业 无数个板块 那大同小异的呀 我们用今日头条做好我们 也就相当于我们后面有很多很多小的企业 所以能不能够做好自媒体呢 做好自媒体是不是虚的呢 但虚的一定是未来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要专注新三农领域 新三农领域啊 现在有个误区 三农领域我们谈了十多年了 三农是什么呀 农村农业和什么 农民 新三农是什么呢 你要搞明白新三农 打个比方吧 说未来的农村一定是农村人吗 未必 但一定是新农村人 新农村人当中包含了 说我在北上广打工不行了 我反回去返乡创业了 也包含了村子里面那些有思维 有影响力的 他能够适应互联网这个人群吧 也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那些农民工 不愿意出去打工了 回来再加乡 还包含什么 还包含我是城里人 但我不愿意在城里人过了 我把房子卖了 回到农村也是新农人吧 新农人这个概念就给我们一个警号 就给我们一个警醒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 一谈新三农 农村不行 农民在未来的农村 未必是什么 未必是新农人 但是新农村一定是由新农人而掌控的 而支配的 未来的农村也是新农村 新农村什么 两条线 一条线是互联网 一条线是物流网 那么我们未来的新农村 跟我们传统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也不谈 未来的新农村五年的变化 总之这个新市 有很多很多的什么玄妙啊 大家一定理解 还有新产业 新农业 新农业以前 我们种大米 种黄豆 种土豆 种白菜 现在一直讲的什么 讲的是新农业 最后的是什么 产业调整 那产业调整谁呀 调整的是你们 调整那些传统的农民 传统的农村 对吧 那谁来主导这个调整呢 大家想一想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大家一定要记住 新三农一定是我们 每个人都要关注的 单纯一个农业 还包含了什么 农林牧鱼 你看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精准细分下 进入这个领域 大有作为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说 未来 哪一个领域当中 是最适合我们创业的 最有潜力的 怕海我们的能力 兴趣 爱好 资源 匹配 这些选择之外 我们重点推两个 一个是自媒体 一个是什么 新南农 如果你能够把自媒体和新三农 还能够结合在一起 你就是王宗之王 你的创业路 就一定会更加顺畅 我是红客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影响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新三农 我的解析可能很快啊 大家想继续的了解 新三农这个内幕 可以看我每天的直播 但是自媒体 社交化 你一定要做 一定一定切记啊 红客是认真给你们的一次推荐 谢谢